稳固他原本会赢的州 不要忘了 这个过去两次的选举 那个共和党赢的州 州数在选举人团票上 还是胜过民主党的 尽管说民主党总票数 总票数是领先 所以就一个比较保守的strategies 是共和党就稳住他之前 所有赢的州 其实他就会赢了 他的选举人团票 就可以超过270票 那只是当竞选刚开始 早期的阶段 他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可以更稳当一些 我甚至去抢民主党的州 而密西根就是一个 原本是民主党的州 但是他还蛮有机会 可以抢下来 我相信他大概不会去抢 纽约州或者加州 因为毕竟差距太大 但密西根是一个有机会的 只是他现在到了选举前30天 他发现机会真的不大了 那我还不如把资源投去 所以他原本就原本共和党显胜的州 像Ohio 像 Wisconsin 这些州 那么其他的摇摆州的话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做一个分析 除了密西根州之外 还有没有哪些州是 McKane现在摇摆州方面 他想要去争取的 或是他可能下一个会放弃的 我想在这个摇摆州 最主要还是Ohio跟Florida 这两个州其实都是很关键的州 因为这两州的选举人团票都超过20票 然后再来像内华达 New Hampshire这些小州 然后南方几个州 南方几个州很特别 就是像Virginia或者是北卡 这个原本这几年其实是共和党 等于原本共和党还算稳当的州 但这次是因为奥巴马 他可以carry黑人的选票 所以在这几个南方黑人占比较多数的州 其实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所以原本这几个州是 共和党很轻易的可以拿下的州 就是南方这几个州 现在会变成非常的接近 所以这里也是McKane需要防守的地方 然后再来像所谓中西部的几个州 Missouri Indiana Indiana这些 对McKane现在而言 都是比Michigan还要重要的 因为这几个州是原本共和党领先 但是现在被拉得非常接近 所以他必须要先稳住这几个 这几个原本他们共和党可以赢的州 有什么州可能会翻盘的 会变色的 翻盘的 我刚刚讲到这几个州 其实都有可能会翻盘的 就是他原本其实是 原本其实是共和党的州 但是这次因为这次欧巴马的关系 像我刚刚尤其提到南方那几个州 大家看黑人选票的动向 其实黑人原本传统上就是支持民主党 只是说欧巴马的这一次的号召力 可以把黑人的票更强化 让他们出来投票 所以说这个选战在南方 欧巴马把这个选举 会让这个选举更好 那是不是看起来欧巴马 似乎势在必得了 其实以目前的情势来看 欧巴马确实是领先的 他不只是在全国的民调领先 然后在这几个关键州 他的民调也是有些微领先 当然所谓些微领先是指说 那个差距可能都是在误差百分比上下 其实很难说的 但是至少这些周知 他过去其实是落 过去民主党落后 但他现在可以把他整 把他拉得很平盘 那所以说以这一点来看 其实欧巴马的选情是蛮乐观的 那教授我知道您专场是在民调 那我知道说不晓得美国 他们这些各个地方做的民调是准的吗 因为我们看台湾的总统民调 前几次很多次都不准的 都认为了蓝会赢蓝会 结果变成是绿赢了 那不晓得美国的民调 是不是也是你觉得准确性还蛮高的呢 其实就这个民调 有些当然民调有很多是 技巧上很难克服的 就是所谓技巧上很难克服的 就是你如果没办法接到电话 或者是没办法被 没办法access 因为现在很多在做很多是透过网络民调 所以我不敢不能说没有电话就没办法做这个民调 但是除了没办法 没办法被接触到被访问到以外 另外一点比较难克服就是他如果对你说谎 其实也没办法 尤其是这一次有欧巴马 所谓这个牵手到种族这样子的一个很sensitive的议题 有些人可能并不见得 真的愿意说真话 那这当然这个他愿不愿意说真话这一点当然也是很难克服 不过就过去的经验来看 过去的经验来看 民调某种程度还是算是还是还是蛮准确的 因为现在从事民调的当然不只是一间 每天其实都有很多的民调公司在全美各地做分舟的还有做全国性的民调 那不只是电话访问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从事网路访问 很多人会觉得网路会有所谓的样本的抽样的问题 但是其实这些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克服的 因为现在有很大的consumer的database 可以透过consumer的database来correct这个最后这个民调的结果 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已经被克服的事情 那我还是认为说民调某种程度还是相当 还是有相当的准确性 但只是说如果最后的选情是在一两个百分点 那其实这个本来也是在民调里面等于是一个误差的范围 你本来就很难 多少是误差范围 5%吗 不一定看民调的样本数目 然后但是总归一句话就是 只要是做统计的东西一定是有所谓的误差范围 只是误差范围有可能很大有可能很小 那这几次的选举都非常的接近 那很接近的选举其实本来也就是在误差范围里面 只是说接近我们就觉得好像民调不准 但是其实那个可能本来就在误差范围内 你很难去说他是你很难去就以此来criticize这个民调不准 就是除非有很大的大幅领先的那种 也不是说大幅领先就是说一个一个假设说五个百分点 假设说你现在发现就像这就像这几天最近的民调 为什么McCain会觉得也比较这个McCain阵影会觉得比较落后 因为他在不管是全国性民全国性民调来讲 他其实两两边的差距大概已经到了六到七个百分点 大概是49对43或者是49对44 那这样子其实已经是大过于一个误差的误差的范围里面了 那所以说也就是因为在大于误差的范围 所以肯定了McCain现在确实是在落后的状态之下 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会有突发状况 像台湾的巡警这样子 你说有没有可能 我想像台湾那么戏剧化倒不见得 但是有可能所谓的突发状况是指说 两边阵营不太能掌握的 我举个例来讲 就譬如说是国外的情势 万一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战争 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 或者是发生了怎么样的恐怖攻击 大规模的恐怖攻击 不见得在美国本土 有可能是在国外 那发生了这种突发的事件 可能会对于选情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也就是这两位候选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那会让很多选民 可能会让很多选民重新评估这两位候选人 那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突发事情的话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选民 大概现在都已经觉得 也至少有初步的想法 他们要投给谁 然后不要忘了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选民会采用提前投票的方式 所以很多的选民可能已经投票了 那这样子到事情越后面发生 其实效果就越小了 那么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好了 就是因为今年的经济萧条 人家说是次于大萧条之后的最严重的一次萧条 那不晓得就是从以前总统选举来看的话 对这次选举没有什么影响 就我们一般的简单的尝试 就是那时候大萧条的时候 的确是影响了一些事情 而且第一次不需它后来没联选上 也是因为跟经济有关的议题 对 那这个经济议题是所有做所谓的这种 election的预测 election forecasting 最重要的一个变数 大部分我们学者在采用的统计的模型 可能用第二季的GDP或GNP 用各个经济的index来去衡量 来去衡量现在在位的政党 有可能会选上的可能性 现在在位政党当然是共和党 所以说大家的普遍的认知是 经济不好绝对是执政党早殃 经济不好执政党绝对是战略士